日前才爆出急诊医师离职潮 有IP用财团法人鼓励免税来避税 长庚医院这回要切割 将退出台速三保董事会 我是觉得最主要是在很多的了解上 不够彻底 当时董事长王瑞慧亲上火线灭火 还成立革新小组 因为长庚医院掌握市值 预2900亿元台速集团股票 是台速的超级大股东 2016年税前净利102亿元 但医务收入仅3.21亿 其余99.4亿都是非医务收入 IP是控股公司 请职三保董事势在必行 长庚医院本身就是一个投资就好 它不是要介入实质的营运 长庚医院持有股票75% 是台速集团两位创办人 王永庆和王永赛捐赠 其余则是以现金股力买入 目前对三保持股比台速9.44% 台化则是18.58% 未来也将不会再加码持股 台速来说它失去了一个 比较中长期稳定的买盘 当然对股价是一定会有 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影响 长庚台速回归各自专业经营 台速集团总裁王文渊 15日率高层 拜会行政院长赖清德 赖源会中赖清德要王文渊 将卖店机组升级 但升级费用高达上千亿 王文渊觉得太贵不可行 赖魁又提台速说要将蓝煤改成蓝气机组 迟早都要面对 王文渊则回还要再评估 其实早在4月 王文渊就曾说 天然气危险高 环平难过关 且燃气电厂设置成本超过700亿元 要改建也得台电 愿意与卖店从签约 否则恐造成巨大负担 但是它成本高很多 天然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它的除草 在台湾整个最多出7天 群球台速解缺电 但杂百亿只换来增加1.9%的发电效率 对企业来说恐怕效益过低 东森财经新闻 刘智琳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